所谓5G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林德荣 我已经是爸爸了 父亲节又要到了 我很可怜 我儿子不会帮我庆祝 也不会送东西给我 因为他只有一岁半 但身为儿子的我呢 其实我跟爸爸的感觉就像兄弟一样 在我小时候 我跟爸爸的感觉已经很好了 所以正常来说 每一天都是我跟我爸爸的父亲节 那当然啦 虽然我现在很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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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父亲节那天 我真的没时间陪我爸爸一起度过 不过 before that 我一定会跟我爸爸吃饭 还有带他去玩 送他一份很有意义的礼物 也祝天下所有的爸爸 父亲节快乐 哈喽大家好 我是冰冰 祝天下的爸爸 父亲节快乐 哈喽大家好 我是Eric 爸爸我知道你工作很辛苦 然后你要就是照顾我们 五个人在一个family里面 所以我希望在爸爸的工作的时候 可以好好地休息 然后我就可以把自己的事业做得好好 然后以后可以带你去国外 然后在自己再次公祝大家福星节快乐 阿爸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的 所以你不用那么担心 最重要呢 你就自己就整天笑多点 跟着你的身体健康多点 开心点 祝你父亲节快乐 我是你的儿子 凌家俊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那我一定要做什么 什么名字 来说